很显然的针对拆除为鉴这件事情呢 双北市府其实是有共识的 都要硬起来 但是监管处通融让屋主自行拆除 没有想到经常会碰到一些 所谓的奥宝 怎么讲呢 比方说这个拆除大队就有举例了 说有些人呢 是在屋子里面打几个坑洞啦 拆一块瓷砖啦 或者是掀一片地板 要不然就是抠一些油漆 把它拍个照 然后就告诉他说 我有拆哦 但甚至呢 还有人是以家里面有人怀孕不宜施工 或者是说下雨天 所以也没有办法施工 这样的理由 想尽办法拖延 顶楼加盖 铁皮屋面积占据三分之二 这样的违建拆不胜拆 北市建管处通融 让民众自行拆除 但拖延战术罢罢款 民众自己拆违建 但要是像这样 把管线捆在一起就想糊弄 现在可是行不通 科师府硬起来 期限移到没有理由 无主不拆 是否帮你拆 我们会根据那个财值范围 跟那个图说 去做判断 看他有没有拆除完毕 公文他也会说 我没有收到 我没有看到 我们会完成法定的 那个送打程序 只要这个程序完成 他主张他没有收到 我们还是可以去执行的 违建到处有 新北市还更严重 拆除大队这头没拆完 那头又再动手脚 人力有限 仰赖无主自行拆除 却又爆出 有人随便在墙上打两个洞 把照片寄给市府 就号称又再处理 打个洞还算有诚意 拆除大队透露 有建屋主拆块磁砖 先骗木板 甚至用手扣扣 墙上已经军裂了油漆 也号称已经在制裁 比如说怀孕的方式 他家里有人怀孕 或是说他最近刚好出国 或是出远门 然后最近不方便 还是说刚好雨季下雨 大概各种理由 大概都有 详细办法要符合缓拆标准 市府强调 只要没有立即危险 请理上都会给宽限期 但自行拆除 寄照片还不够 拆除大队还会上门击查 真要糊弄师傅可不会流行面 记得台北新北综合报道